第278集 火山爆发 之所以在天火珠刚刚出现的时候 就拉弓射箭 为的就是一个时间差 因为照铁锤异性人 距离天火珠所在的位置 最少也在15里之外 就算是弓箭再怎么快 这段距离也是需要一个时间的 如果箭射晚了 可能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就够天火珠逃跑了 天火珠刚从茂密的树梢锤了下来 两颗中空的尖牙 刺向了一百川的头颅 尽情地享受着美食 天火珠感受到飞射而来的箭尸 但却舍不得口中的美食 一时间有些迟疑 当 一根深青色的箭尸 在天边飞射过来 撞击在一块石头上 弑神珠也重重地撞击在石头之上 表面的阴阳两色开始变化起来 弑神珠其中包含了阴离子与阳离子 两者平时相安无事 但是受到超过十卡的力量撞击之后 三秒钟之内就会发生裂变 感觉到这只箭之上传来的阵阵威胁 天火珠毫不犹豫地迈动八足 瞬间突破阴障达到了三倍阴速 整个身子瞬间化作残影离去了 三倍阴速有多快 一秒钟就足以跑出去上千米 两秒钟之后 天火珠的身子已经逃出了两千米之外 但是死亡的阴影非但没有消失 反而更加的恐怖了 支 天火珠惊恐地叫了起来 浑身上下燃烧起了血红色的火焰 身子一顿 随后突破了四倍阴速 五倍阴速 此时天火珠已经在三秒钟之内逃出了四千米 只需要一秒钟不到的时间 就能够超出弑神珠的爆炸范围 砰 一声轻响 一道灰蒙蒙的光环瞬间弄到方圆十里范围 奔跑的天火珠顿住了 画面就好像定格了一般 一阵轻风浮来 方圆十里所有的物质凭空消失不见了 原地出现了一个十里大小的深坑 直接把整座巨大的火山口消掉了一半 这深坑最中心处啊 更是被炸出了一个百米宽 直接通往火山内部的大洞 从这大洞看去 赫然就能够看见下方的岩浆 一阵阵热气 从这孔洞之中慢慢地升腾起来 整座山体轻轻地晃动一下 但因为众人都惊讶于四神珠的威力 所以并没有在意这轻微的晃动 而天火珠那一身瑰丽的铠甲 也浑身破碎 密布了密密麻麻的裂痕 虽然天火珠的铠甲硬度惊人 但在这恐怖的攻击之下 都没有完全地散开 但天火珠的内部 却没有这么坚硬 赫然是被硬生生地震死了 哈哈 太好了 天火珠到手了 赵铁锤大笑起来 美妇人吐出了一口浊气 这一剑对自己的消耗也不小 快带上天火珠 离开这颗星球 这里出现了这么强烈的能量波动 肯定会被检测到的 美妇放下弓箭之后 身子一个亮脚 差点没站稳 难道消耗太大了 我怎么感觉有些头晕 美妇人看着场中 其余人的状况之后 面色大变 惊呼一声之后 毫不犹豫地 催动浑身的气血 向着远处逃去 不对 这是迷幻药剂 赵铁锤露出了一口森白的牙齿 脸上带着笑容 哼 真是辛苦各位了 你们以后的路 我来帮你们走好了 至于你们 就留在这颗 风景宜人的星球上吧 一把布满血头的匕首 轻轻划过了一个个 瘫软在地上的人的脖子 噗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没事 赵铁锤 走到一个青年的旁边 轻轻准备用匕首 划过青年的脖子 确实不料 原本贪婪在地上的青年 突然爆起 一只手掌画爪 直接从赵铁锤的担田处穿过 青年的脸上带着笑意 然后重重地一掌 印在赵铁锤的额头 尽力吞吐之间 搅碎了赵铁锤的大脑 你在算计我们的同时 我也在算计你们 药石琉璃火 我要是拥有着火焰 只需要三年 我就能够突破到更高的境界 就算加入神圣军团 也不是不可能 何必把药石琉璃火交出去呢 此时 一道晶莹剔透的红线 从天而降 落在了天火珠的远处 青年看了一眼 还活着的两个人 没有去理会 在青年的心中 这两个人已经是死人了 反正也跑不了了 青年朝着天火珠的躯梯走去 而弑神珠爆炸的中心 一道通魂的光芒 开始在孔洞之中亮了起来 一股炙热的岩浆 以惊人的速度 开始爆发出来 冲天而起 该死 这座不是死火什么 怎么还会爆发 青年的脸色一呆 面色大变 随后毫不犹豫地 把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向着天火珠的躯体冲了过去 轰隆 整座火山都开始摇晃起来 山顶的湖泊开始沸腾起来 湖泊之中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无数的湖水 倒卷进入火山底部的岩浆之中 非但没有让岩浆熄灭 反而让岩浆更加的狂暴了 本来这座火山 这么多万年没有喷发过 如果没有意外 将会一直地持续下去 但是强大的阴离子 与阳离子裂变的时候 引发了火山内部的变化 同时炸出了一个出气孔 这就让积压在火山内部 找不到宣泄口的岩浆有了出口 同时大量的湖水 倒灌进入岩浆之中 被蒸发为了水蒸气 现在火山就如同一口高压锅 而这炸出来的小口 不足以宣泄这股压力 火山口的温度 瞬间就炙热起来 涂地干燥 然后裂开 透过深深的裂痕 能够看见下方的一片红光 嗯 这是正在爆发的火山口 北风愣神 同时毫不犹豫地 开始转动线盘 准备把鱼线收回来 北风不敢肯定 鱼线能够在熔岩之中毫发无损 更何况 这火山爆发 往往还伴随着强大的雷电 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温度 以及那雷电瞬间爆发出的破坏力 让北风不想冒险 大片大片的火山灰冲天而起 天空之中 瞬间被厚厚的火山灰所笼罩着 天火珠是我的 青年在短短片刻 就已经靠近了天火珠的躯体 距离天火珠的躯体 不过十来米的距离 轰 寻常十米的距离 对于青年来说 只不过是一个弹指的时间 但现在却如同天前 一道宽大的岩浆 瞬间爆发出来 炙热的温度 瞬间让青年的毛发 传来焦糊的味道 不 青年大吼 辛辛苦苦 千般算计 好不容易笑到了最后 到头来 却差之好理